今天終於有這個機會啊 我預約了一個網球場地 還請了一個教練 今天要來做的事情就是挑戰 從零開始學網球 好我們繼續擺 這位就是我們今天請到的教練 柔情教育 據說是美國回來的 等一下見 現在是冬天喔 NO 現在有31度你感性 現在都快12月有31度你感性 可以 好不多說我們請我們今天的教練出場 劉成教練 哈囉哈囉 歡迎 你知道劉成教練多幼齒嗎 今天都很細小 我希望今天能夠跟你試著對答一些 那我們現在 要從哪邊開始呢 我先從一些簡單的熱身腳步的練習 之後再慢慢教你基本的 優雅鎮排 這個是我們基本的腳步練習 它就是 這個是你的小障礙物 然後你等一下是不能 嚇到它了 你這樣一步一步這樣過去 這是訓練我們腳步 從邊線回方到中線 然後腳步練習 接下來是這樣子 這是訓練你的小睡褲 小睡褲 所以它就會在正拍 是非常好的一個訓練模式 超酸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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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一個擦 沒有問題 鏡頭可以進拍一下嗎 教練啊 因為是長達網球的網球教練 所以對於這個防護措施一定要做得很好 我今天來也是有擦防晒 可是教練擦防晒只有擦這邊而已 它這邊都是黑的你知道嗎 它這邊是白的喔 它這邊以後都是黑的 你以後要注意人家做小睡褲 我就看一下 這個熱身 它是練習我們的身體的移位 腳步的移位 因為網球場很大 所以是反拍正拍的時候 你有時候要去不同的地方 去打那個球 對 所以這個熱身是你要從中心點出發 然後等一下我會不定規則的 就是指定方向 你要去碰那個腳椎的頭 嗯 對 我覺得這鞋子是不是網球員專門的網球鞋 你看我這個毫無止殺力可憐 但是今天這種鞋比較是屬於慢跑 慢跑鞋是屬於比較軟 網球鞋是比較活動在腳步 所以穿這種比較軟的鞋的時候 腳踝的部分會比較容易受傷 我們先講正拍喔 走這樣平著貼 這樣順順的拿下來握著 對 就是正常像抓單槓一樣的握 不用握太緊 身體放鬆 但扣好你的球拍 反拍的握法的話呢 就是球拍放平 輕鬆的握好這樣 然後兩隻手都要在你的握把上 反拍就要用到左手了 就是一樣輕鬆的這樣抓著 他左手呢 在預備的時候 是扣在你的球拍上面 然後呢 在正拍會分成三個動作 讓你去了解 預備開始 身體往前看 OK 來 1 2 腳踩出去拍就掉 對 3 可以拍幾球 對很好 1 拉拍 1是什麼 1是拉拍 側伸 對 1 2 腳踩出來 3 對很好很好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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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2 2 3 3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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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3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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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1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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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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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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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噢 噢 好 近一點 近一點 我跟你說 那個電視看人家接好像真的是 好像滿簡單的齁 速度沒那麼快 真的看起來速度沒那麼快 可是來的時候 他是這樣子 阿咻 就不見了 阿咻就不見了 要怎麼打啊 其實我可以的 其實我以前打得不錯的 真的 相信我 我跟我們說節目效果喔 真的沒有效果喔 Nope 耶 沒過喔 沒過喔 欸 有有有有 這種東西是很講究天分的 因為我沒有天分 所以聽過後天的努力 我還是成功打到一顆球 這個網球是蠻看個人的運動 因為它是比較難上手的運動 但是 以正常的人來說的話 10到15堂課的話 基本的對打就沒有問題 那一堂課要多久 一堂課大概一個小時 喔 那其實還好耶 對 我會在影片的下方 留下我們教練的IG 說一切生活資訊 教練他目前還是擔心啦 那他呢 上了一堂課 其實算是 滿便宜優惠的 因為他 就說他爸爸是個網球國手 所以是很厲害的 大家可以來找他上網球課 如果你有興趣想要學網球的話 上課的地點幾乎都是在台北小巨蛋嗎 對 台北小巨蛋旁邊的台北網球場 OKOK 那教練你單身是40嗎 是 OK OK 好 所以你如果對網球有興趣的話 真的很推薦大家來學超級好玩的 教練謝謝 謝謝舒婷 謝謝